CAMMA這次真的太狠了 他們整合了Google的BO3模型 現在只需要輸入一句話 就能夠快速的生成影片還有餘音 這簡直就是影片製作的未來 這期影片就會帶你完整的測試這項CAMMA的全新功能 包含如何去輸入提示詞 整體的產生過程以及最後的成品是怎麼樣的 Hello Grayson 這頻道專門關於這頻道運 流量變現以及網絡training 我每週分享三部影片 是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現在呢我就打開了CAMMA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我CAMMA的界面是英文的 這部非常的重要 現在如果說你想使用CAMMA的View3功能 那麼一定要首先把你的界面切換成英文 如果說你是使用中文的界面 你是使用不了這個功能的 然後在這邊上面會有三個選項 你的設計、模板以及CAMMA AI 我們要使用CAMMA AI 然後選這個Create Video Clip 這個功能就是開啟了CAMMA VO3的功能了 它這裡呢有幾個選項 你可以選擇 第一個Style 就是風格 那你可以選擇這邊不同的畫面風格 然後呢你可以選長幻比 現在呢只有橫屏的16比9 馬上呢就會有數屏的9比16的功能了 然後呢就時長 現在呢只能夠生成8秒時長的影片 然後很快呢你就能夠去自定義影片的時長了 接著呢你可以選擇影片拍攝的角度 你是要遠距離拍的、中鏡頭、靠近的物體 這些呢都是可以選擇的 以及呢可以調整燈光、軟光、昏暗的 這些呢都是可以選擇的 還有一點大家需要注意 這個VO3的功能呢它是一個付費的功能 是需要你升級到CAMMA的付費版本才能夠使用的 那你是可以透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獲得CAMMA Pro 30天的免費使用 你就能夠去嘗試CAMMA這個AI的功能了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呢在這邊去輸入提示詞 然後CAMMA呢就能夠去生成相關的影片了 那接下來呢我會給你介紹CAMMA VO3的六個特點 你一定要記住 那首先第一個特點呢就是你需要去使用文字提示 CAMMA的AI呢就會生成一段16比9的比例 8秒的時長 以及呢音訊同步的影片 是的這個功能不僅是能夠讓你去生成影片的內容 同時呢如果說你想去加入聲音也是可以的 第二個特點呢就是每個提示呢它只會生成一支影片 如果說你想生成另外一支影片就需要另外一個提示 第三個特點呢就是CAMMA VO3生成的影片呢 它是能夠讓你去新增至CAMMA的影片編輯器裡面的 你就能夠在CAMMA的編輯器裡面呢去進行更多自訂的操作 下個特點呢剛才我們說到了這是一個付費的功能 所以呢是適用於Pro、團隊還有企業方案的 下點呢非常重要就是這個功能 CAMMA給每個用戶每個月只有5點的額度 也就是說呢你現在只能夠使用這個功能每個月5次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珍惜使用的次數 我相信在未來不久CAMMA肯定會開放更多的額度給大家 現在呢只是這個功能它的測試階段 最後一點呢剛才我也提到過了 這個功能呢現在只適用於英文的介面 所以如果你是中文介面的話要先轉成英文的介面 在這下面呢CAMMA也會提供給你很多的案例 包括呢它的這個提示詞以及呢它生成的影片 這裡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說你點進去了CAMMA就會根據這個提示詞 來幫助你生成相關的影片了 也就會呢消耗你一點的額度 所以呢大家要小心使用 使用這個功能非常重要的一點呢 就是你要去學會怎麼樣去提供提示詞 那這邊呢我找到兩個提示詞的專家 他們提出的比較合理的提示詞的專家結構 那這個人呢他提供的是這樣的節奏 總共呢包括七個部分 第一個呢就是相機 你可以描述拍攝類型角度和風格 第二個呢就是氛圍 你可以描述燈光還有時間 第三個呢就是主題 你可以描述一個角色或者是一個對象 第四個呢就是上下文 你可以描述位置或者背景 第五個呢就是動作和運動 第六個呢就是對白或者劇本 最後一個呢就是情緒 你使用這七個元素去撰寫提示詞 就能夠讓AI更好理解你想要去描述的影響 那這邊呢他要提供一個參考的案例 關於相機的部分呢他就描述到 在拖拉機內部用Vlog相機去拍攝 範圍呢是在霧萌萌的黃金時段 主題是一匹純種碼 背景是在麥田中行駛的拖拉機內部 動作呢就是馬靠近鏡頭 對話呢就說科技太神奇了 情感呢是帶著幸福的表情 那我們在輸入到CAMMA裡面呢 不需要去標註到這些標籤 把它變成一段完整的話就可以了 這邊呢我就加入了剛才的提示詞了 你在這邊呢是可以加入參照的影像的 或者是如果你想快速的去加入提示詞 這邊呢還能夠讓你去直接說話 去加入提示詞 底下剛才我們介紹到 你可以去改變它的風格 去調節它的尺寸 時長 還有呢它的拍攝角度燈光等等 所有都完成之後呢 你可以選這個箭頭 就是提交 那現在呢CAMMA的AI呢 就在幫助我去生成這個影像了 可能需要花最多兩分鐘的時間 那現在呢就可以看到 CAMMA呢就幫助我去生成了這個影片了 當你把滑鼠去放到這上面的時候呢 就能夠去開始預覽播放了 你可以選這個去放大 或者呢去選這個標誌進行下載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最多的成品 你可以看到真的非常真實 包括呢它已經加入了聲音了 那這邊來介紹第二種撰寫提示詞的方式 它也是使用七個元素 首先就主題 場景中的人物或者事物 包括人、動物、物體或者風景 語境 拍攝的對象是在哪裡 室內、城市街道、森林 動作 你的拍攝對象是在走路、跳躍還是鑽頭 風格 你所追求的視覺美感 比如說電影、動畫、定格動畫等等 第五個呢就是攝影機運動 描述攝影機的運動方式 比如說空中拍攝、視線水平、由上而下或者低角度 還有呢就是構圖 鏡頭的構圖方式 廣角鏡頭、特寫等等 接著呢就是氣氛、情緒和燈光 你可以使用暖色調、藍光 或者是夜間等字眼 那接下來呢它就提供一個提示的範例了 基本提示呢就是一名男子接聽旋轉電話 如果說你想要更詳細的話呢 這邊呢就會有更加詳細的提示詞了 搖后的推拉變焦鏡頭 從遠處的模糊畫面過渡到特寫鏡頭 畫面中一位身穿褪色綠色風衣的絕望男子 正在拿起掛在粗糙牆壁上面的旋轉電話 電話沐浴在綠色的迷紅燈、詭異的光芒中 變焦鏡頭展現了它臉上刻畫的緊張與絕望 它正努力在電話中說話 前景深聚焦在它緊鎖的眉頭和黑色的旋轉過號電話上面 將背景模糊成一片綿紅色和模糊陰影的海洋 營造出一種緊迫感和孤單感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剛才的這個提示詞 去生成相關的影片 可以來看一下 那現在看完呢就幫助我去生成了這個影片了 可以來看一下 Hello? Is anyone there? 你可以看到真的非常真實 雖然說我沒有在我的提示詞裡面 去告訴Kamma的AEI去幫助我去生成語音 但是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AEI它非常的聰明 幫助我去生成了非常符合應景的這個對話 如果說你想要去讓AEI進行修改的話呢 你可以在這邊去輸入一些文字 去讓它進行修改 如果說你想要下載的話呢 在這邊你可以選下載 如果說你想要在Kamma裡面編輯的話呢 你可以使用這個按鈕去進行編輯 在這邊呢 我們就進入到了Kamma的影片編輯器裡面了 你可以使用Kamma的各種功能 你可以加入元素 加入文字 或者說呢 你可以給它加入字幕 選擇這個Captions 然後呢選擇這邊就可以生成字幕了 你就可以看到呢 我就在這邊去生成字幕了 然後可以調節字幕的位置 你可以調節字幕的顏色 這樣呢你就能快速地去使用Kamma的AEI 來做出影片了 如果說你還有其它AEI生成的影片的話呢 在這邊你可以選Add Page 然後呢在這邊去加入這個影片就可以了 這樣呢你就能夠去透過Kamma這個Vo3的功能 來生成一部非常完整的影片 如果你還沒看過帳戶 你可以透過影片下方鏈接去開始使用 並且解鎖KammaPo的30天免費使用 如果你想了解 更多個人看法教程 你可以點這波放列表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的幫助 喜歡這部影片 點贊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 那我們下期節目見 掰掰